大漠里两个马匪正在欺负梁家妇女 女人不敢反抗 他们知道反抗就是死 只能咬牙接受 突然马匪停下了动作 看向远方一名女侠出现 马匪落荒而逃 这么厉害的女人 对战猛男是什么体验 求点赞求转发 这部国产电影的尺度还算比较大 她天生神力 无论是挑水还是搬重物都非常轻松 轻而易举就能扛起六七个沙袋 随手挑起四个大水桶 不在话下 一个人能顶二十人 四大锅水挑完毫不费力 活佛封他为铁壁王 男人名叫张虎 自从有了活佛给的封号后 张虎觉得自己特别威风 每天都想到处显摆自己的力大无穷 这天孙家五班从河南到此献疫 五班里的男女老少轮流上阵 表演武艺高超 精彩绝伦 赢得围观群众 一振振掌胜 张虎眼见有人赢得称赞比自己多 感到心里不平衡 对孙家五班的表演嗤之一鼻 表演中场休息的时候 孙家班的班主拿出铁盘子 朝着观众们索要赏钱 来到张虎这里时 只见他一脸讥讽的神情 拿出自己身上的铁环 放到铁盘上 称自己想以权会用 一定要和孙家班主长女一决高下 他笃定对方会输给自己 让班主少女做颗牌匾给自己 牌匾上写铁壁王三个字 孙家班主行走江湖多年 形形色色的人见多了 他双手拱掌 希望张虎高抬贵手 谁知张虎依然不宜不挠 执意要让对方称自己为铁壁王 这样破皮无赖的行为 惹怒了班主长女 他同意和张虎比武 可惜他气不如人 三两下就被张虎打翻在地 张虎还嚣张地将其花枪拗断 并学着鸭子的样子嘲讽戏弄他 这番举动彻底激怒了孙家班所有人 大家齐刷刷上阵 轮流和张虎对打 最后所有人都摆下阵来 这让他更加的得意 围观哲理有一名黑衣女子 看不惯张虎的所作所为 直接呵斥他 并劝他及时收手 不可一世的张虎 坚劝说者是一名弱女子 更加不放在眼里 决定和他鄙视一番 他直接抱着黑衣女子 想钳支住他 女人微微一笑 轻松脱离张虎控制 一个转身就给了他一脚 把张虎踹得头晕眼慌 他气急败患 想要反击 还没等到有机会出手 又再次被女子踹飞 女子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 游侠黑蝴蝶 张虎意识到自己 碰上了强劲的对手 准备溜之大吉时 却再次被女子牢牢控制 还被套上了铁环 整个人就像被架起来 烤的乳猪一样 在众人的嘲笑中 张虎仓皇逃走 回到客栈 他感到自己受到了 莫大的侮辱 便添油加醋 跟自己的哥哥张龙诉酷 说自己仗义出手 却被羞辱欺误 希望哥哥 可以帮自己出一口恶气 张龙虽然一心想佛 不愿沾染是非 但经不住张虎的软磨银炮 他还是答应了 为弟弟出头 他刻意 在黑蝴蝶会经过的路口等待 提出要与之以权会友 以权会友 不必推辞 张虎蝶见张龙是长辈 又是盲人 不愿与之动手 便处处相让避开他 甚至主动认输 可黑蝴蝶的前让 在张龙看来却是蔑视 他愤怒地朝着空气 挥舞着拳头 叫嚣着 一定要和黑蝴蝶比试一番 无奈之下 黑蝴蝶只好点中他的肩部穴位 并离开 被封住穴位的他 凉凉呛呛回到客栈 惭愧告诉弟弟 自己没能为他出手 反而受了伤 手臂动弹不得 张虎心虚 知道自己坑惨了哥哥 悔不当初 向哥哥承认 是自己欺负别人在先 张龙告诫张虎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疼痛竟要自断左臂 就在他拔刀 砍向自己的时候 黑蝴蝶来了 让事情有了转机 男子只因比武失败 被封住了穴道 疼痛男人竟要自断臂把 关键时刻 与他过招的女子出现 截血还需点血人 女子解开了男子的穴道 保住了他的胳膊 两人解开误会 不打不相识 女子是江湖有名的游侠黑蝴蝶 平素喜欢行侠仗义 这天他孤身一人 来到大漠中 正好遇上了一商队 他和大家一起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豪爽的做派和俊俏的容颜 吸引了众人 其中一个俯商 看上了黑蝴蝶 总是找理由靠近他 美清明曰保护他 不受盗马贼欺凌 当地一直都有 以黑熊白熊为首的盗马贼 所到之处 奸淫掳掳掠 无恶不作 夜晚来临 黑熊这帮盗马贼出现时 整个商队被吓得四处逃窜 骆驼和金银珠宝 全都丢下不管了 黑熊一伙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骆驼和财物 心高采烈的喝酒庆祝 这时 从骆驼队里 穿出了悠悠的呼唤声 这时黑蝴蝶 隐蔽在此 故意出声挑衅他们 醉醺醺的马贼们 借着酒精 靠近骆驼 黑熊让手下进去查看 上一秒 还听到手下得意的笑声 下一秒 就看到利刃 贯穿了他的胸膛 连续几个人皆是如此 众人大惊失色 擒贼先擒汪 这时 一马带走 见状 众人赶忙逃跑 黑熊被一路拖醒 却始终 挣脱不了束缚 拖行了一段时间 黑蝴蝶停下 并用刀 砍断了绳子 他想和黑熊 过过招 几个回合下来 黑熊的每次出击 都能被他巧妙化解 天亮以后 一切恢复了平静 商人们 一边为遭遇了 马贼的掳掠 而感到倒霉 一边又懊悔逃跑的时候 没有叫醒黑蝴蝶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熟悉的骆驼声 商队的骆驼 已知不少 众人大喜跟着骆驼 回到昨晚歇息的地方 看到他们的财物和货物 依然远方不动 地上多了几具 马贼的尸体 远处的大树 吊着一个人 他们仔细看才发现 竟然是黑熊 地面上出现了 一个蝴蝶的印记 众人这才意识到 昨晚是黑蝴蝶救了大家 他们感激不尽 并在心里为他祈福 在沙漠里 继续走了些时日 黑蝴蝶来到了一个小镇 看到遍地都是食不果腹 衣不附体的难民 他刚在饼摊买了个烧品 还没接过手 就被身后的乞丐老太抢走 老太拿着抢来的大饼 赶紧先喂给小孙子 然后自己在大口吃起来 他们已经很多天 没有吃上饭了 看着祖孙俩 狼吞虎咽的样子 黑蝴蝶不禁煽然了一下 他把身上的银两 都拿出来给了老太太 其他难民乞丐们 看到他的举动 纷纷围过来 希望黑蝴蝶也能接激自己 看到这鸣不聊生的惨状 黑蝴蝶惊讶朝廷的 正在银两 竟没用在实处 难民们告诉他 贪官物力一手周天 知百姓们于不顾 当地的地头是魏少爷 有权有势 经常欺男霸女 贪污名指名高 听到这儿 黑蝴蝶又会怎么做呢 酒楼上 一名妙龄女子巧笑倩夕 朝着楼下的人连击三掌 一群难民们 便一窝蜂涌上酒楼 因为女子答应过 会请他们吃霸王餐 女子是一名侠客 江湖人称黑蝴蝶 贫诉行侠仗义的他 来到这个地方 看到百姓因为天灾人祸 而食不果腹 为了活命 甚至卖儿卖女 贪官无力 却在过着锦衣玉时的 奢靡生活 朝廷拨下来的正在银两 全部进了地头蛇药包 黑蝴蝶趁着天黑 潜入地头蛇魏少爷府中 在府里 他发现了大量的银票 都是朝廷特地用于诊栽的 他将银票全部拿走 离开的时候 还意外看到 魏少爷强占良家妇女 此日 黑蝴蝶在大街上 看到难民们想进酒楼 讨要一些残羹剩饭 却遭到了酒楼 店小二的拒绝 推散之间 黑蝴蝶来到众人面前 他告诉大家 会请他们赴宴 众人欣喜若狂和他约定好 以鸡掌三次作为暗号 只要听到三声鸡掌 便冲进酒楼 黑蝴蝶走进酒楼 自沟自找了张空桌 在旁边坐了下来 店小二见其相貌不凡 气质脱俗 以为是哪户大户人家的千金 上前热情款待 黑蝴蝶指着旁边 非常丰盛的一桌饭菜 要求店小二 按照同样的菜式上三桌 旁边的富家公子哥 看到黑蝴蝶 被他的美色迷住 走到他身边打闪 另一个富家少爷 也被他的美色吸引 也想献殷勤讨他欢心 黑蝴蝶声称自己 是从外地来探亲 刚好有一群亲戚遭难 想投奔自己 自己手头银两有点紧 言下之意 希望有金主爸爸慷慨解囊 两个富家少爷 微博美人一笑 纷纷表示 愿意出钱 请黑蝴蝶的亲戚们吃喜 直接就掏出身上的银两 放在桌面上 黑蝴蝶看着银子眉目流转 故意用激净法 挑起两人的胜负欲 二人为争夺黑蝴蝶 开始拼家产 这一幕 全都被连字后的魏少爷 尽手眼底 他也看上了容貌出众 阴气逼人的黑蝴蝶 他朝手下使了个眼色 黎马就有几个人 围住了那两名富少 给了这两个酒囊饭袋 一些颜色悄悄 碍于魏少爷的后台背景 两人善善离开 魏少爷主动向黑蝴蝶示好 清退了酒楼里的客人 表示自己会好好款待他的亲戚们 黑蝴蝶击掌三次 楼下焦急等待的难民们 就等着这一刻呢 他们一窝蜂涌进了酒楼 看着一桌桌丰盛的美味佳肴 敞开肚皮便大口吃了起来 魏少爷可不是什么 乐山好时的大善人 他做这一切 都是寄予黑蝴蝶的美色 他偷偷往茶水里 加了蒙汉药 把这茶水端给黑蝴蝶 亲自盯着他喝下 黑蝴蝶毕竟是 行走江湖多年的人 这点小鸡俩门不过他 他找了机会把茶水倒掉 假装被蒙汉药迷倒 魏少爷以为阴谋得逞 将黑蝴蝶抱到床上 欲行不轨之事时 他突然坐起身子 虽然黑蝴蝶武功高强 可毕竟在魏少爷的地盘上 对方人多势众 就在魏少爷仗着自己人多 认定黑蝴蝶逃不出 自己手掌心的时候 那些难民们 吃饱喝足有了力气后 纷纷上前帮助黑人黑蝴蝶 酒楼瞬间乱作一团 两方脚打在一起 黑蝴蝶与魏少爷再次交锋 这次他一脚将其踹下楼 附上的魏少爷再无招架之力 被众多难民围困在马车里 黑蝴蝶拿出赠灾的银票 分给难民们 有一件了结了坏蛋魏少爷 除而扬善的他 又再次走上了 行侠仗义的行政场 这部早期的中国内地武侠片 游侠黑蝴蝶 是由陈佩斯出演的一部武侠片 虽然剧情并不多 但是他依然赋予了这个角色 生动又有张力的性格特征 而片子的尺度其实很大 具体建议大家看原片 电影武打动作设计考究 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